这是我们上课用书 OK 那不用记了 那再来的话 前一个阶段的上课用书是这本 Ecell VB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这本书我觉得 我也是大陆 大陆写的 那这个写的不是算很难懂 只可惜 它里面的范例 我觉得比较没有系统 而且比较没有办法 比较不方便拿来上课 因为它那个都是个别性的 那其他还有像奇标相关的书籍 所以呢 如果你的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 我还蛮建议 你可以手边有几本 这种类似的书籍 有空的时候可以拿来看一下 那这些书籍 其实什么时候看最好呢 就是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拿出来看 为什么 因为看了之后 你会非常容易疲倦 很快就睡着了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花脑力 为什么 因为这些作者 他的文笔其实好像都不好 全部看完之后 你还是看不懂 你多看个几遍 你还是看不懂 那里面也没有男主角 也没有女主角 也没有爱情故事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种书看久了 真的会对于你的心灵上面 可能会下降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 这也没有办法 这是工具 所以我们上这个课 会越上会越累 这很正常的 没办法讲一些有趣的东西 因为这里面毕竟就是 就是一个很实物面的东西 他最重要就是要做出来 OK 就是你要眼见 你什么时候才算学会 就是你做出来 OK了 弱了 没有问题了 就是算对的 这个跟那个文学不同 你无论看爱情小说 看一看之后 我也来实作看看 对 你们看那个 有时候你看那个连续剧 有的人入戏太深 就会想要跟那个里面的一样 那不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你们要点心情准备 上这个课的话 当然我没办法讲太多 有关那种 你们可能会觉得 很轻松的东西 当然我也很想要讲一些 很轻松的东西 但这东西就轻松不了 你看 后面还有讲这三本书 这三本书里面 其实未来的进阶范例 其实就有些是参考 那个第一本 50个ECLVBA高手 问题解决法 它的书名 就叫做 看 这个好像有写音 那就是比你早下班 其实我觉得它的 它的那个 出的书名 其实出的太好了 所以这本书 其实之前还蛮卖出 但是现在已经绝版了 它没有再出了 就是比你早下班 那我后面的进阶范例 有蛮多 就是从这本书 抓出来的 但是你想说 老师那你不如就拿这本来 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的功力 实在是太弱了一些 因为它里面写出来 VBA程式 它的问题很好 可是它的解法 就是让我觉得 现在看不下去 明明这么短的东西 它可以 就是写 可能要我来写的话 大概我写个五六行就搞定了 它可以写个两页三页 所以你说 那我当然 不过它是用具体录制的 具体录制下来的东西 会一大堆的 那我会跟各位讲就是 录制具体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过程 但是最后你还是 只是参考 你必须要改成你要的那个样子 那至于要怎么修改 这个才是功力所在 OK 所以我会拿它的范例 那这里面五十个范例 其实都出得非常好 这本书已经绝版了 但是它的相关范例 我手边都有 我也会拿这个来当成范例 OK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像跟资料库的整合应用 这个古川顺品这本书 不过这本书好像最近有出新版 就是这个的之后的新的版本 也是博硕出的吧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这本提高自动力之息 这个也是日本人写的 那这本书的话 我觉得它出的也相当好 那这几本书好像目前都 已经可能找不到了吧 不过你们可以找找看 图书馆应该有这些书 那这本书 我是有把它扫描成PTF档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许将来我可以分享给各位 不过是应该不会有著作权的问题 但是要低调就是了 OK好 那其他的话 像枢纽分析 像是这种 就是叫BI的智慧分析 不过问题是2013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脑 有个问题 不是2013 所以这个没办法装 就有点可惜了 不过也许之后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比较接近什么 那个像枢纽分析 但是枢纽分析 跟这些工具有个问题 跟BBA有什么不同 你想说老师那我用工具就好了 问题是它会有很多限制 它能够做到那你就OK 可是如果它不能做到 那你还是非得要BBA来撰写一些东西 弹性会比较小一些些 好那其他的话 还有大数据相关的东西 那这个是刚刚提到的 这两个连结 那OK 大概会有这些 课程里面 我想大概了解一下 那今天第一次上课 那我们就直接来 看那个 我们的直接来带范例好了 所以呢 等一下请各位 就连结到第二个 下载 那请各位之后呢 也把这个连结记下来 因为往后上课呢 我们都会利用这个连结 里面放一些东西 那请各位呢 第一个 我想就是这个云端白板画面这边 然后找到那个 记得先从云端白板画面里面 找到第一阶段 问题00 进阶函数应用 与BBA设计这个部分 那里面的话当然 我讲过就是说 这些的目录在这里 就是我们的参考用书 那它有分成这么多类 但是我觉得它的顺序 它是先从数学 三角函数 不过我觉得一般用的 比较多还是从文字函数开始 所以基本上我会先从文字函数里面 先抓一些范例题 放在我们的云端上面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找到文字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可以先从那个 如何转换 这个办形 这部分先打开来 那我会利用这个地方呢 做一些例子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各位可以在 每个档案的上面 或者下面都会看到有一个蓝色的档案的连结 那这个连结是什么呢 也就是将来呢 我们的答案都在这里 所以你 当然你可以暂时先不要看了 你可以先做做看 还有就是说呢 函数怎么做 VBA怎么做 然后这些都是有关VBA的东西 然后答案都在这里 所以你们待会的话 如果要看答案从这边 100跟101的答案都在这里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大家好试一下